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o妮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保養品 我的皮膚不太能亂用東西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一樣的東西 不過偶爾會多出一個新的產品 那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Irita他們家的Q10奇蹟彈力水泥膜 比較詳細的介紹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陣子的皮膚有變得比較穩定一點 也就是說我的濕疹不太容易出膜 因為我之前就是只要沒有保養 或者是說臉太乾 或者是保養品太滋潤 臉太濕 都會出現濕疹的問題 可是最近都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皮膚整個算是非常穩定 以前就是化妝水精華液不一定會擦 然後乳霜一定會混合木瓜霜 因為如果沒有用木瓜霜 讓我的皮膚很容易出現濕疹的問題 這我之前也有分享過很多次 雖然還是很多人問我怎麼保養的 最近皮膚比較穩定 所以我有在嘗試一些新的產品 如果那個保養品對我來說不太合適的話 我的皮膚還是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不會造成我皮膚問題的保養品 那只有一個新的東西 其他兩個都是我之前就用過的 剛洗完臉所以臉上就是沒有水分嘛 很乾燥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乳霜之前一定會用化妝水 主要是為了讓臉上有一點水分 等一下擦乳霜比較好擦 那我用的是BOC這個神奇生物噴霧 Bio Water 然後我就平常就是讓臉上有一點濕濕的就好 好很快沒了欸 都是漆 好有一點水啦有一點水 好這樣 好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用我的常備菌OLE的乳霜 它是敏感激磚用的 沒有味道沒有酒精沒有香味啦 然後就這樣子各擦一點 我發現它剛開罐的時候啊 比較水耶 就是它的水分還留在裡面 所以比較好擦 可是它使用了一陣子之後就會變得比較乾 延展度會下降 像這樣子 已經算是有點偏乾的 就是它剛開罐的時候真的很水 現在水分可能都真散掉 用越接近底部會越乾 所以化妝水對我來說 就是要讓它變得比較好推的功用而已 好 然後這個乳霜啊 其實因為它水分會增散掉 像我剛剛講它會越用越乾 所以我 如果覺得臉上有點 不夠有水分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會用Irita他們新出的這個 這一個是 Q10的奇蹟彈力水凝膜 是最近他們家新出的產品 然後Rita就跟我聯絡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們的精華液讓我就是非常的驚豔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也推薦給很多人 然後很多人用了之後都說 妝有變得比較服貼 比較好用 所以他們今天新出的這個水凝膜 它有兩種用法 一種是 就是像一般的保養這樣的上法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厚膚 可是我的皮膚不太適合用厚膚 因為我常常只要厚膚一個東西 馬上試著就爆掉 所以我就 只有把它拿來 就是 當作一般的保養品使用 那我 我用它的實機就是在 其他保養品上完之後 最後一個步驟 這樣子 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 我都把它當成最後一個步驟的 保養品使用 它不會有那種 雖然說它叫水凝膜 但是它不會有一種 有東西覆蓋在你臉上的感覺 或是有一層膜黏在你臉上的感覺 就不會讓我有臉上悶悶的那種 感覺 所以皮膚 還算是跟它處得不錯 還算是 嗯 就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它淡淡的那個香味啊 是我以前小時候就很喜歡的一個 藥膏的味道 就是小時候不是有時候跌倒 撞到黃色什麼 然後家裡就會拿出一條 綠色的藥膏 綠色的包裝藥膏 它就有一點點 那個綠色藥膏的味道 可是 很好聞 我小時候超愛那個味道 它就是一個淡淡的清香而已 好 然後早上和晚上我都會用它的原因是因為 晚上 現在有時候 前幾天是乾冷嘛 那 如果我只單擦OLE的乳霜 其實臉上早上起床會變很乾 就是 好像水分被 就是跑掉了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有先擦這個Q10的 呃 奇蹟彈理水淋膜的話 早上起床就不會有那種很乾的感覺 就是 臉上還是會有水分在的那種 沒有那種緊繃感 那如果是 早上的話 我會用它主要是 當作妝前保養 因為它完全不會跟我底妝打架 我現在用給你們看 MAKE UP FOREVER它的Y225 先 用一個底 這樣子的亮 先上一個 大概的底妝 它完全都不會跟這些粉底液打架 因為我本來對水凝膜的 那種觀念就是 很容易起泄 因為很多家的水凝膜 或者是說什麼什麼膜 因為畢竟它就是好像一個膜嘛 然後很多都會 就是跟底妝打架 就算我都是用這樣子拍打的方式喔 很多品牌的 保濕凝膠 或是保濕凝露 跟這個質地有點 跟水凝膜 質地有點像的啊 它們 像我這樣摩擦 就必定會起泄 可是 EVITA它們這一款 完全不會欸 我就還蠻驚訝的 因為 我對水凝膜的概念 就是一定會起泄 可是它們家這個 完全不會 而且我是 但是 上算有點多喔 但是它完全沒有 起泄的問題 先上一下遮瑕 然後等一下再疊上 我最近很喜歡的粉底液 好 點完之後 我再壓上最近超愛的 Lunasol的粉底霜 加力保Lunasol 它比較白啊 對我的臉來講 所以我都會 上在 一定只上在臉部的中央 盡量不要讓它擴散太出去 這樣臉會 看起來就小 你看完全都沒有跟底妝打架喔 而且底妝也會變得蠻服貼的 跟它之前出的精華液感覺是 有點像 但是不太類似 因為精華液是可以混到 粉底液裡面 我覺得這個水凝膜還是別混了 因為 那個質地差太多了 粉底液就是 比較水 可是水凝膜就是 它是 比較 怎麼講 就是比較凝固的那一種 我覺得不太適合混在一起 我覺得大家就當作 妝前打底就好 它的那個質地 其實我覺得還蠻像 那種 換眼凝露 真的很像 好 你看 底妝會很服貼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用它的 真的還蠻喜歡用它的 好 然後我用在手上給你們看一下 它大概是什麼樣的質地 因為剛用在臉上可能不太清楚 它是有點淺黃色的 然後 通常這樣子的量啊 通常這樣子的量就可以上半張臉 先把它蓋起來 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真的是比較 你看這樣動它都會滑 然後 比較凝固一點 但是它推開啊 就會變得很水 碰到熱吧 就會變得很水 我覺得它不會是那種 它的水分啊 是真的有浸到臉裡面的感覺 它不會有那種 水分蒸散掉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它還真的蠻好用的耶 我對Irene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還蠻有信心 所以 才會就是 一直都有在 不收醜勞的試用他們家的新產品 覺得很好用 所以就想推薦給大家 今天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一個Q10的7G 彈力水凝膜 它拿來做 嗯 你所有保養品的最後一個程序 可以 就是我自己個人感覺啊 如果你其他保養品本身就蠻水潤的 就是本身就有水分在的話 它會有那種 保留這些水分在臉上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這是我個人 純粹個人的感覺 皮膚的感受 然後 如果它是 如果你前面的保養品 都是像我這一罐乳霜 比較沒有水分在 沒有 不會讓你臉上有 蓬蓬的那種感覺的話 用它的話 我覺得還有那種 補充那種 補充水分在臉上的那種感覺 就是 我自己個人的感受是這樣子啊 但是 每個人使用起來的感覺 是不太一樣 就是我純粹就是 個人分享 就給大家認識一下它 iRita加新出的產品 很喜歡 謝謝Rita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們都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喔 就先這樣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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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可以按一個讚